俄乌战事持续 俄罗斯广播称在莫斯科时间的28号晚间的8点钟 俄罗斯防空部队在比尔哥罗德州的上空 击落了乌军一枚铁锤导弹 以及一枚赤阳火箭炮炮弹 另外一枚飞往到克里米亚半岛的乌军反舰导弹 在当天塞赫松州被俄军给击落 同一天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举行了园乌会议 多国领导人出行 这一个由捷克所牵头的园乌军事倡议 筹资应超过有16亿欧元 路透社报道称 乌冬城市托利斯克28号遭俄制导炸弹袭击 造成两名平民死亡 两栋多层建筑毁坏 托利斯克州州长菲拉什金称 托利斯克共遭三枚炸弹袭击 伤亡状况仍在统计 28号 俄联邦国防委员会第一副主席 俄空天军前总司令邦达列夫 接受媒体采访时 就北约操练对俄核打击做出评论 他指出 俄方装备有导弹攻击预警系统 西方对俄领土贸然发动核打击的可能性较小 俄军也具备实施有效反击的能力 由捷克共和国牵头组织的原屋会议 28号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举行 乌克兰总理施梅加尔 荷兰首相李特 波兰总统杜达 以及拉脱维亚总理和丹麦首相出席 几人抵达会场 分别同捷克总理菲亚拉握手致意 六位领导人会后举行联合发布会 乌克兰总理施梅加尔重申乌军弹药紧缺 要求西方国家务必依照承诺 于六月输送首批弹药 乌克兰总统泽列斯基 28号到访葡萄牙首都里斯本 同葡萄牙总理蒙特内格罗举行会面 两人签署双边安全协议 根据协议 葡萄牙今年将向乌克兰提供 至少1.26亿欧元的军事援助 葡萄牙总统府此前发布声明称 泽列斯基此次工作访问 是深化两国良好关系 共同愿望的一部分 葡萄牙还将继续给予乌克兰 多方面的支持 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 谴责北约欧洲成员国 鼓励乌克兰使用西方武器 袭击俄罗斯境内目标 普京警告 这一做法会将酿成全球性冲突 美国方面28号再次表态 美国不鼓励 也不协助使用美国武器 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的做法 凤豪卫士综合报道 对我们来说 照片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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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镇